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这两天呢 咱们就忙活了 确实出的事也多 结果忙活半天呢 其实党的一个内在的品质呢 最近被PX给暴露出来了 从厦门的PX 到了这个大连的PX 然后其实正在咱们这两天忙活 无论是温家宝的事啊 还是薄熙来的事 正忙活这个腾出闲的时候呢 结果宁波又来了一次PX的事 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宁波宣布在这个镇海这个地方 这个PX这东西呢 又卸财了 党的一个最邪门的地方就是 他干赚钱的事呢 他悄不声不跟你说 当大家伙明白的时候 跟他一干的时候 牛脸就完了 就属王八的 哎 伸着脑袋在外头晃悠来 晃悠去 似乎没什么事 实际他那憋屁呢 但是大家明白过来 咔一剁脑袋词 他脑袋就回去 PX代表了党的一个品质 BBC有篇报道这么说 这篇文章的题目这么讲的 宁波民众抗议迫使当局 暂停花工项目 在老百姓的强烈抗议之下 浙江省宁波市决定 镇海炼化一体花项目暂停 再次论证 并且明确表示说 坚决不再建设对二甲本厂 这一决定引起网民的热议 对二甲本这个厂呢 咱们老百姓就叫PX厂 那个PX这东西呢 在厦门有 在这个大连有 那今天轮到了宁波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那个概念 对吧 你如果明明知道这东西对老百姓有害 明明知道不能建设在这个主要的民众的居住区域 那你干嘛三番五四的 对吧 从厦门到大连 从大连到宁波 为什么要这么干 文章讲说 中新社晚间报道 宁波市政府发言人表示 经过与投资方研究 那宁波市决定 坚决不上PX项目 整个工程暂停 再做科学论证 前头说完就完了 还用什么科学论证啊 厦门的时候就说再做科学论证 到大连的时候还科学论证 今年到宁波还科学论证 三个城市算起来好几年过去了 还科学论证 文章接着讲说 本月26号抗议活动扩大 传出警方用催泪弹驱散民众 大约有十个人受伤 27号伤犯人在宁波市中心抗议 警方昨天傍晚大规模清场 数十人被捕 我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讲说 有一个大学生呢 特警打他 最后在医院呢 不致身亡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到了星期日 仍有数千民众上街 在宁波市政府前聚集抗议 大批军警呢 持枪戒备 有示威者与警方发生的肢体的推照 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所以他事情出来的是26号 这26号挺热闹 26号是这个 大家知道星期五 这是薄熙来呢 被拿下 人大代表身份的那一天 也是温家宝被纽约时报 这个放料的这一天 那同样是这个宁波这儿出现了万人抗议的这么一天 所以因为那个事情的影响更大 所以我们腾不出功夫来说宁波的事 等轮到我们说宁波的事呢 到了星期日呢 这事就歇菜 就到这份上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概念 文章里还介绍说 镇海化链扩建一体化项目 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 计划扩建年产一千五百万吨链油 一百二十万吨的乙烯项目 总投资额人民币558亿元 所以这是一个大项目 这是个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当中的一个大项目 然后缺乏科学论证 因为它需要再论证 为什么需要再论证呢 老百姓不干 站起来 反过来说五百多亿的项目呢 得多少人挣钱呢 不能说多少人挣钱 得谁能发财啊 对吧 掌控化工的 掌控石油的 那些当官的家里面挣钱 网上很多人说话 有一个哥们叫做费文渊的 他是这么说的 完全没有想到宁波人的隐忍限度如此之高 全市没有一起打打抢 完全完全没有想到宁波人的抗议如此有礼有节 完全没有影响社会的生活 完全没有想到宁波人的合作如此的默契无间 互助互帮 互施援手 他说这样的百姓怎么能下得去手呢 老百姓 中国人一直就是这样 其实是被环境所迫害 是被这个体制所迫害 那其实有关这件事情之前呢 就是大概半天之前吧 党妥协的半天之前呢 有一张图片 一组图片 其中的一两张呢 非常的醒目 就是让人们很震惊 那这个在网上呢 传递的非常多 我不知道在国内现在微博上 是不是还能够传 那我看到的呢 被引用的这家媒体呢 他这么说的 宁波反PX最新的消息 那共产党还有什么意义存在 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了 一个网友这么讲 看到宁波老百姓 拖起老外记者照片的那一瞬间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八国联金进北京的时候 老百姓竞相带路的原因 一时百感交集 几十年前的窑洞土鳖们 窑洞土鳖 他还是说的是王吧 大家听懂了 不是我说的 这是这哥们说的 几十年前的窑洞土鳖们 欺骗了国人 说站起来了 几十年后的老百姓 还是只能寄希望于洋人 可悲可叹 共产党政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另外一个人说 当警察看到这样的场面 也流泪的时候 那靠他们来维系的政权 肯定也就完蛋了 那在现场呢 有些警察落泪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这个网友这么说呢 他首先拿出来第一张照片 大家看到 这是高速路上的一个路牌 这个路牌是指向 怎么去这个宁波市政府的 所以有一哥们这么讲说 这是一个傻叉政府 我们没办法念 这个傻叉政府呢 总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去宁波的高速路上的指示牌 都被掩盖起来了 土鳖一定能够想出土鳖的招 对吧 土鳖就是土鳖 土鳖呢 可能是民城 很多朋友呢 不知道他叫什么 那土鳖如果说到文化一点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八 如果你先王八还不文化呢 有人说叫甲鱼 有这么说的 王八血呢 大博 王八肉呢 喝汤 天也凉了 所以可以补了 那这张照片 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说的 这是个西方的记者 是个白人 那他是个电视台的 拍摄摄像机 底下面是一群宁波男人 把他拖到肩上 让他拍摄现场的场面 我觉得这张照片挺绝的呢 看得清的都是后脑勺 中国人啊 看得清的都是后脑勺 看不清的是中国人的场面 那既保护了老百姓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宁波男人呢 不知道该怎么能够使自己 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 他把老外拖起来 这是我觉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经历的太多了 六十多年 三代人四代的中国男人 就这么生活了 这是我说 才说起来 为什么说宁波男人 把一个老外的男人拖起来 想把真相传出去 是可悲 是可叹 是可气 是可恨 还是一种可敬呢 我觉得都可以这么说 从不同的角度 但这反映出来的是今天现实的中国 有关温家宝这件事情呢 很多文章陆陆续续出来 那我们看到的法广的写转载的一篇文章 写的比较简单 也很直接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丑化温家宝内部矛盾尖锐化 中央社引述学者陈德生说 有人想丑化温家宝形象 这恐怕与中共十八大 和内部矛盾尖锐化是有关的 而前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的主任 叫做董立文 他分析认为 此事与中共十八大有关 与中共权力斗争有直接关系 温家宝政治表态呢 向来都比较强硬 可能温家宝的支持 或者反对政治局委员的某些人选 从而遭到敌对势力的 向外界抛出一些资料 加以反制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些了 不是什么人选不人选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整个大的路线斗争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像他作为民进党的人 台湾人这么看呢 我个人的感觉看的还是软弱一些 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的残酷性呢 还是缺乏认识 而董立文接着讲说 掌握资料的人 应该同样是中共高层自己的人 这些做法直接涉及到权动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美国之音呢 在昨天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 很多海外在北京的办事处 接到了相应的这样的资料 他们接到过 所以他美国之音的那个说法呢 等于就是把纽约时报记者的说法呢 给打了 不是大家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拿到这些资料 只是大家在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如何判断如何使用 大家记得习近平那件事情的时候 彭博通讯社自己表示 他接到了上千页的资料 从中找了半天 最后就印了一句话 所有的内容列出来 最后说无法证实习近平 跟他姐姐他们之间的这种财产呢 有任何直接关系 也无法直接证明他姐姐和他姐夫获得的财产是非法的 所以就当时爆料是这样的 那那个做法我们知道跟温家宝的这个目前这一次的做法是极其类似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很多了 所以我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既然他们都可以拿到这些资料 不信任来的也应该有 对吧 周永康掌控石化企业也应该有 那江泽民他们家族掌控着国内的电讯企业也应该有 咱也拿出来玩玩看看 对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